杂货店里货平摆满满身穿橘色衣服的老板走进店内后 没过多久有另一名穿蓝色外套的男子也走进柜台内 打开收银台的外侧抽屉看了一眼马上关起来 随后找了老板假装询问商品 结果从后面绕了一圈再度走回收银台旁 从开着的抽屉内拿了一叠500元钞票后直接离去 我不知道他买了我偷偷来拿钱 我发现我来赔500元的房子 事件发生10号下午3点41岁的陈姓男子 骑车到台中市丰原区甜心二路的一间杂货店 进到店内对老板说要购买饮料并把人给支开 从收银台的抽屉内拿了1点500元钞票后 直接骑车里去 店家发现遭窃后也马上报警 孝顺的孙女希望可以赶快帮爷爷找回被偷走的钱 也将监视器画面po网发文老人家自己固定忘记关抽屉 整叠钱都被偷走 还说其实陈姓男子骑的摩托车并不是他自己的引发 网友热议 据了解陈姓窃嫌棋的摩托车是亲友的 警方货报后巡车追查在5个小时内将人逮捕到案 并追回杂货店老板被偷走的29000元 全案也亦窃盗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东森新闻李明洪 廖玲轩 台中报道